早前雪州大臣阿兹敏他向警队一哥卡利发出了律师信 限定警方要在14天之内逮捕跟一马公司案扯上关系的大马富豪刘特佐 因为刘特佐他涉嫌违反了反洗黑钱法令 还有刑事法典下的失信罪等等多项条文 那即使刘特佐他现在人在国外 我国的警方也可以向国际刑警来寻求援助 将刘特佐给引渡回国调查 好了14天的期限已经过去了 那警方似乎还是没有采取行动 而今天阿兹敏他就正式入禀法庭了 雪州大臣阿兹敏今天下午正式入禀吉隆坡高庭申请司法审核 要求发出庭令向全国总经长卡利施压 迫使他逮捕他认为是一马公司案关键人物的刘特佐 虽然卡利表示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但阿兹敏说他接受不到这样的说法 阿兹敏强调如果警方真的在调查 那更应该把刘特佐引渡回国驻查 还说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好好解释 一马公司案的来龙去脉 那这么做政府才能赢得民心捍卫不成 说到下一届大选身为公正党树立主席兼雪州大臣的阿兹敏 有没有信心大获全胜继续执政雪州呢 那乌东总秘书东顾安南昨天才说 雪州选民看不到国驯30年的建设 是疲了是疲了 阿兹敏又怎么看呢 阿兹敏我之後 inevitably看到了 阿兹敏沟沟 compiler 跟高登大脑里的工作 臣你知道什么很好 红邦别人人要的缠 13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